他知道 為什麼他知道 我好笨喔 我要不開心 我要拍出可愛型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請用一種動物形容自己 這是怪物怪的 等一下 一種動物 狗多吧 忠誠 不是因為可愛 因為忠誠 因為忠誠 你用一首歌形容張思源 那個 那中國老總 越來越好玩 越來越好玩 你有聽過嗎 為什麼 半個月前 我去北京的一次 我們見了面 我們很久沒見面了 他過來之後 他跟我唱這首歌 然後他跟我聽這首歌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 我只要睜開眼睛 聽到音樂 就是這首歌 很可怕 張思源太可怕了 你覺得自己最有魅力的地方在哪裡 我覺得鼻子吧 我要模仿一個就是 我當時說的 俊宇看哭的那個電影 一個明星的誕生裡面 Lady Gaga 就這樣摸他的鼻子 看不出你嗎 看不出你嗎 摸法 有摸法 瞬間一下子 本來從屏幕 互相就看到 然後就 就開始摸 然後我好想在現場 看你們兩個互摸的樣子 我不要 我不要 昨天幾點睡 昨天三點 你不是要一直叫你的粉絲不要熬夜 你是不是很喜歡熬夜啊 沒有 昨天完成任務 我昨天有任務 那如果沒有工作 你是習慣早睡的人嗎 其實也沒有很早 一般就12點1點的 你最愛吃的東西 芒果吧 最害怕的東西 蜘蛛 蟲我都很怕 那你只要聚養蜘蛛嗎 我罵過他們 他心裡有問題 他這麼可怕 為什麼要養他 最近一次生氣是為了什麼 最近一次生氣是因為他 他煮好我的髮型 你不開心啊 我是不開心 我覺得本來很時尚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覺得就要勇於嘗試不同的髮型 結果他們都說我那天表現得很好 然後唱得挺好的 就是下一次割半個髮型 我好難處 你知道 因為那個髮型很難 你是不是特別喜歡編辫子 我挺喜歡的 我覺得那個辫子 因為它是你每天要戴一個那個 把它那個包起來 晚上睡覺的時候 它才不會有那個雜毛 所以我就那樣 就五人那樣兩天 才給大家演出的時候亮了 然後完了我就把它拆掉 我就覺得我其實挺用心的 但是就不會罵頭 我好難受 我好生氣 是不是 是不是因為頭巾的關係 不是 他必須把它壓住 他要壓住他才可以那個 就是保持他的狀態 你很傷心 我很傷心 你們Brolite有群組嗎 我有群組 誰最多話 是不是你 應該是梁森吧 他在說 應該是梁森吧 你們群的名字有特別搞笑嗎 Brolite本來 之前本來有一個很搞笑的 之前的名字叫 Brolite了 Brolite了 就說明我們的友誼爛了 就有一次我記得好像是大家約一一起吃飯還怎麼樣 然後就有人水掉了 好像是梁森還是張思源就改了一個群名 Brolite爛了 紫衛也在我們專訪裡面說 你跟他還有魏洪宇三個人的話是紫衛最高 想要跟你求證一下是嗎 沒有聊到身高上的問題吧 好像紫衛是要高一些 紫衛要比我們兩個高一點點 你可以說你最高沒關係 我們會幫你剪 好 從你剪一下 紫衛和老衛他們倆 就你知道平常墊的墊子比較高嗎 我是不愛墊墊子的 不墊墊子 除了梁森這一句 都差不多高 長髮還是短髮 短髮 那你有打算這個長髮要留到何時 我記得老師跟我講過一句話 就你的頭髮越長 你造型的可能性越大 所以我得保持自己的可能性 胸肌還是腹肌 胸肌 你感覺上第一個多大 腹肌已經開口了 上次你拍那個雜誌 然後 你只是真的 老師你不要問 你怎麼批出來 不是不是 我是要問說 大家很驚訝這件事情 有沒有讓你很受傷 就是大家都不相信 脫衣有肉 穿衣有肉 就還好 我覺得挺開心的 就大家完全看不出來 就是可能知道我有肌肉 那所以未來你不排斥就是 可能在演出或是專輯的造型上 那種穿小一點 訓練的時候可能會脫掉 這樣子 不是 沒有這個 就看有多少人再來吧 好 背喊老婆還是背喊妹妹 哥哥不行嗎 喊老婆吧 畢竟被分要高一點 陳俊宇跟王浩瑄選一個 對不起浩瑄我選俊宇 這一個也終於勇敢說愛你 好尖銳啊這個問題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用可愛的方式唱一首你的歌 或是對鏡頭撒嬌選一個 太尖銳 為什麼是層層升級的 不行啊 用可愛的方式唱自己的歌吧 用可愛的方式 若然說 令人更好 霸翼 不行了 救不了 等一下 今天怎麼這麼熱 很熱 工人要開低一點 來 好殘忍 Как想和 紅啦 不是戳 我說對不起 我戳了 我挑戰失敗 好 不過你 放過你 好殘忍 寶貝我愛你 你們會叫寶貝嗎 試一下 會叫 但是我愛你好像 你不能直接說 對我說寶貝我愛你不行 你要用一個 OK 你要用一個方式 這樣吧 我打群鳥語音 會有人理你嗎 我不知道 好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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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啦 哪裡尷尬 再說實話 我愛接電話 你平常打群鳥語 經常不接的 完了 你要挑戰失敗的話 你要有懲罰 你要有懲罰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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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人呢 哥們們人呢 我已經打了四個人了 完了 完了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完了 bro爛了 bro爛了 bro徹底爛了 我就知道你是愛我的 我就知道你是愛我的 他們都不接我電話 怎麼辦 我才看見我帶給你打回來 寶貝我愛你 我就不說 他知道 為什麼他知道 我不知道 你這說啥 我已經不說 我給你聽說你幫你看我聽話 哈哈 他好驚啊 你上了引導性那麼強 我沒有引導性 我是說寶貝我愛你 就你接了我電話 他們都沒接我電話 謝謝你 他們壞得很 謝謝 謝謝我愛你啊 那天好很 那我掛了 你反正也玩不了了 哈哈 這楊浩銘 來你給 你給完全娛樂的朋友們 打個招呼吧 啊 完全娛樂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楊浩銘 我是陳俊豪的爸爸的兒子 他說他是陳俊豪的爸爸 和兒子的朋友 還絕我 要不你就說一個吧 你都猜到了 哎呀 你看 不然要受懲罰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你要說寶貝 我不能 算了算了 我已經輸了算 拜拜 我愛你拜拜 哎呀 良生啊 咱倆的友誼就到這兒了今天 嗨 對方暫時可能無法接聽 建議稍後再次嘗試 算了算了 bro爛了 老師我接受懲罰 你確定 那你要發三張可愛的字太久 還要發三張可愛的照片嗎 我得 接電話哥求求你了 算了算了 我要發吧 我要輸了 可愛的呦 可愛的呦 巨可愛的 等一下我再嘗 最後嘗試一手 再給我一次機會 你真的很不想發 我好想 怎麼這麼難啊 接個電 別人是完成不了任務 我是電話都不接我的 我好難受 喂 是啊 你在睡覺嗎 對 對不起 我得跟你說個事 嗯 你說 這個事有點嚴重 就是你知道嗎 我今天給大家打電話 都沒有接我電話 就只有你接了我電話 就只有你接了我電話 就我在 我在做一個採訪 我現在在採訪 然後 嗯 對然後就是 只有你接了我電話 你現在就在採訪 我正在採訪 對 嗯 只有你接了我的電話 嗯 這樣你先 你先給大家打個招呼吧 完全娛樂的朋友們大家好 完全娛樂的朋友們大家好 絕對是積極專心的 開導 我要跟你說 那個 就咱們有個那個嘛 我就 爸爸我愛你 嗯 那我又吐了 有英文啊 大概英文算不算 受懲罰的感覺嗎 有懲罰 我有懲罰 跟你 你沒關係 你沒懲罰 好 那我算 你算過了還是過關 還是沒有過關 我還沒過關 還沒有過關 好笨喔 我們 那行吧 那就回北京見 寶貝我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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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只會一個愛你 她就跟我說 拜拜 愛你 拜拜 拜拜 她說冷漠 你跟她說愛你 她就 嗯 嗯 她在睡覺了 她在睡覺是不是 對她在睡覺 她昨天晚上有寫歌 她昨天晚上錄你 對 所以我還都沒跟她打 不好意思 然後我說最後試一下 那輸了耶 我輸了 但是你別看我輸了 其實我贏了全世界 當時我要睡覺 才要接我電話的人 好 她最愛你 她最愛你 什麼福利 錄一個片頭的ID 可能兩個禮拜五 會把我們 適合的新聞都擺上這個片頭 算是幫你宣傳 哦 可是你沒成功 那 所以如果你想要這個福利的話 你可以各鏡頭撒嬌 好 等一下 這怎麼撒嬌 這個 你比我 是你的笑和愛 別對我不離不敗 不開心 好久啊 等一下 風雪偷偷 喜歡你 說就大家了 我想要 怎麼撒嬌 好了 可以了 為什麼每一次我的懲罰就是 就是偏可愛這樣的 你們不能向陳俊宇學習呀 陳俊宇有問題的呀 我要慢慢的 我跟你說慢慢的 我要把我要 我要開始可愛起來 然後讓你們以後就叫我耍酷 讓我耍酷 然後是懲罰 好期待 那你先變可愛 我們來這個 之後來調整 我最近 好 那你 那你對著那個 那你對著那個 不奇怪 老師你怎麼會有事啊 謝謝完全娛樂的觀眾朋友們 接下來我會繼續當好可愛傳道 拜拜 我告訴你 我自己是女孩子 她掉進我的命 花兒 Ribbon應該又蝴蝶依來 在錯過的季節 有太多悲害 前世的還有 再不會回來 在悲傷中弄丟了你 太多太多的期待 可來的怎麼都是意外 如果非要時間比賽 我怎麼贏 時間大吧大吧不再 我再個照片 Freeze無奈 可是古今集 How can I follow your 理 意 意 意 D&Light 生活中的拖延 却像是天才 In 7-way Sunrise Hopin' there's a girl she can enter my life